在乱世里头就需要有一点豪强型的人物 一味的呢就是温良恭敬让 虽然呢你说中规中矩 规规矩矩干干净净 但是在乱世里头 也许我们说干干净净也要有 但是呢像富富奇这种带点匪气的豪强人物 也更需要我们团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最近呢在台湾立法院呢 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这件事可以折射出挺多的面向 和两岸关系呢也蛮有关联的 所以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谈这件事 那就是呢前不久我们看到苏巧慧 她是民进党的立委 也是啊苏贞昌的女儿 她呢在立法院想要搞事 就是呢在内政委员会呢 还要搞个临时提案啊 我们知道啊民进党当局呢 现在已经是恶整台湾的旅行社的业者 禁止台湾旅行社组团到大陆去观光 你没有听错啊 她禁止不了大陆 所以呢她就拿台湾的旅行业者开刀 那么本来大家说呢已经很干了 你民进党应该想想啊 这些旅行业者已经巴望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呢现在疫情啊 这个都已经解封了 那么是不是能够来活络一下 而且这个是台湾旅行社自己赚钱呢 结果啊你看到啊这个民进党呢 禁止台湾旅行社组团赴路 然后苏小慧还要加码 她在立法院的临时提案 说是呢因应中国调整M503航线 所以啊我国的防空识别区被侵害 因此要求要继续严密的这个审核 千万不能随便开放台湾旅行社赴路 也就是啊他还要继续把台湾的旅行社往死里打 结果有趣的事来了 他在内政委员会呢要发动这样一个临时提案 没有想到呢先被国民党党团说 你光这个文字就有问题要求先修改了再说 什么意思呢不能用中国M503航线 和所谓我国防空识别区 把它这样对起来说 因为这样的意思变成啊 中国是个国家我国是另一个国家 所以要求说要根据呢台湾自己的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关系条例必须呢改成是大陆方面如何如何 以及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你看到这民进党当然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在现场啊就闹了起来 就这个时候原本不在现场的傅昆琦赶来了 结果国民党的这个党边党团的总招傅昆琦一锤定音 他说啊立法院通过的相关决议不可以违背宪法 哎这话一讲了以后呢民进党的这些绿伟们呢 包括提案的苏巧慧啊忽然呢就消停了啊是是是是 好像这个事呢就这么了结了 后来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其他的政客 大概觉得这样颜面无光 所以呢又开始呢炒作了一番 在那里讲说以后也不要叫中国国民党了 要改名叫做大陆国民党等等 当然了叫做胡搅蛮缠偷换概念 因为啊其实这个问题所在 不是说中国两个字不能说 而是你不能把中国和我国变成两个不同的概念对立起来 那就变成两国论 所以啊这个民进党的胡搅蛮缠了一番 但是我们必须讲他和过去那个张牙舞爪的嘴脸比起来 你会发觉哎奇怪了 这回民进党相对呢比较收敛一些啊 包括我们看 即将呢要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郑文灿 他对于这件事呢也相对呀比较轻描淡洗 他只说哎呀这个刻意的去修改措辞就没有必要了 都听得懂就好 好像这个事呢也不是那么严重一样了 那么我们就说啊这第一因为啊这一回国民党有强人带头啊 这个强人当然就是有别于温良公俭让作风的 是带有一点江湖匪气的傅昆奇 我们知道过去呢国民党呢这些所谓的立伟了明代了 自己啊也都窝囊的狠啊 已经多年来经常在涉及两岸的问题上 拿香跟拜民进党 所以过去你看呢国民党尤其是些年轻的这个民意代表啊 也公开讲啊说九二共事他们也不懂了啊 他们也觉得九二共事可以废除了啊 也已经习惯和民进党一样 就是一口中国一口台湾这么叫嘛 所谓一边一国 结果这回怎么国民党忽然变成非常的坚持 不可以这么搞 甚至倒过来 他们也敢去呛民进党说 不然你台独啊 不然你先把陆委会改名啊 陆委会不也是所谓大陆委员会吗 你说奇怪 这国民党为什么忽然好像打了鸡血硬起来了 我说跟强人带头 这封捆旗啊 震得住民进党有关 那么有人会说 因为国民党现在啊 席次也比民进党多了 在立法院呢 比民进党还多了一席 而且呢还可以再去拉拢五党籍和民众党 虽然当然底细比较足 但是我说不要忘了 过去马英九执政八年 国民党不也是立法院第一大党 甚至当时还是执政党吗 可是那个时候的国民党 也没见他在意识形态 在这个涉及两岸问题上这么坚持啊 所以我说还是和啊 这个要强人带头 以及当然民进党的声势 也不落当年呢 经过了这八年执政 许多年轻人呢 也开始厌烦抗中保台 当然也有关系 那么再来我们来说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马英九执政的那八年 好像啊 在很多该拨乱反正的事情上 并没有去坚持 所以搞到后来呢 民进党一抓到权力 立即把教科书继续往更台独的修改 而且呢更加的坚持 要搞中国与台湾一边一国的 各种文化台独的操作 搞到呢你马英九那八年 没有抓到时机 好好拨乱反正 最后现在你要再去改变 已经被民进党固化的所谓 继承事实 就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马英九当然 他是有所谓的责任的 而且呢现在有些人呢 我们讲所谓的骑墙派 比如说像民众党的黄国昌 过去呢他也是台独急先锋 现在呢因为和民进党站在对立面了 那么对这件事呢 他也是选择轻描淡写 他就说哎呀这个文字游戏呢 也没有必要啦 有人习惯叫中国有人习惯叫大陆 就不要吵了 其实这当然不是所谓 好像无所谓只是文字游戏的事 因为你看过去民进党这么坚持 要搞各种的所谓台独正名 要去这里改改那里改改 你就知道这是话语权争夺之争 这是所谓政治正确 由谁解读之争 所以当然抓到权力就要立即改 可是马英九过去八年 他有权力的时候 他没有贯彻回归原本中国国民党 或者是马英九自己也经常说的 中华民国宪法的两岸定位 他并没有真的去贯彻执行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 马英九时期呢 当时傅昆奇其实是被国民党排挤的对象 因为当时认为说啊 傅昆奇呢 深设一些所谓的刑事案件 所以啊他是黑金啊 他很脏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马英九呢 最倚重的心腹金普聪就非常反对 任何呢 说让傅昆奇回来吧 傅昆奇这个人也是有战力 让他回归国民党吧 金普聪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而且呢 把傅昆奇往死里打 说国民党不可以为傅昆奇 来改变规则如何如何 但这个话其实呢 也站不住脚了啊 因为过去马英九呢 在他这个即将当选 2008年台湾领导人之前呢 他也曾经被民进党恶搞过 也曾经被用所谓特别费的问题起诉过 那个时候国民党也是为了马英九改变规则啊 不然马英九根本不能被提名 却参选2008年 好了 那么我们说啊 包括当年帮着这个金普聪出来呢 大骂这个傅昆奇 说傅昆奇是所谓的毒瘤 是癌细胞 不可以回国民党的徐巧新 现在你看 徐巧新啊 可是啊 把这个傅昆奇 拦掉掉啊 哎呀 懒得牢牢 紧紧的 甚至投向傅昆奇的怀抱痛哭 就是因为现在呢 傅昆奇才有那个能力呢 来帮徐巧新 镇住民进党 那么再来我们看啊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王世坚 王世坚这一回啊 他又跳出来了 他的台独本色呢 让大家又看得一清二楚了 在前不久呢 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蓝眉呢 是非常喜欢力捧王世坚 尤其呢就是中天 经常呢请王世坚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哎王世坚好像讲话呢 也很中肯啦 说他是真男人啦 哎呀 也敢批评 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许多弊端啦 那你要搞清楚 那甚至王世坚呢 在那段时间 在民进党里头失事啦 混不好了 所以就讲点中肯话 但他的本质呢 还是台独啊 所以你看这一回 王世坚跳出来 骂傅婚旗 他说啊 傅婚旗呢 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呀 说啊 傅婚旗去了大陆 所以呢 现在呀都被中共收服了 听中共的话 奉中共的旨 他还说啊 这傅婚旗呢 把我们矮化成台湾 然后啊 竟然把中共尊为大陆 哎呀 这话我都听不懂了 把这个对岸啊 把他所谓的中共叫成大陆 意思说你对岸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是大陆地区 我们是台湾地区 怎么这个变成叫做所谓自我矮化 然后尊中共呢 这台湾不是也是你们民进党最爱叫的吗 怎么现在说哎 对岸大陆我们台湾 你说这个叫自我矮化 然后尊了中共呢 那么好 这个王世坚呢 他说这是奉了中共的旨意 这更好笑了是谁口口声声说我们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关系的 不就是蔡英文吗 哎那现在不讲啊 赖清德将来还要继续遵循蔡英文吗 啊不是说蔡归赖随吗 那么意思说啊王世坚你已经事先知道了 赖清德不想跟蔡英文的路线了吗 要推翻蔡英文口中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了吗 否则这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条例就是定位大陆和台湾啊 他就不是什么中国跟我国分成两个国家 他就是说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啊 所以傅昆琦就算是奉了旨也是奉你蔡英文的旨啊 所以啊我说呢一些蓝英的朋友 还有啊大陆的一些朋友呢也应该醒醒了 要看清楚啊 这王世坚呢平常呢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 好像讲了几句公道话 但他本质还是绿 而且啊是深绿 当年的王世坚是连萧美琴啊 他都追打的 还记不记得啊 当年王世坚说萧美琴是中国琴 萧美琴都是中共统路人啊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顽固台独分子萧美琴 在王世坚的眼里还不够独 所以王世坚有多独 你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再来呢我们说啊 有一些大陆网友也给我留言了 就说哎那现在国民党终于硬起来了 应该继续追打民进党啊 赖清德声称他是台独工作者 这不也是违宪吗 所以应该立法院要公开要决议 这个赖清德是违宪 我告诉大家 这个违不违宪呢 立法院没有这个权限啊 这必须由台湾的这个制度呢 叫做司法院的大法官 才能来判定啊有没有违宪 问题是大法官是谁提名的 那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所以怎么可能来处理民进党的问题呢 那么你说哎呀要去法院啊 告发赖清德啊 他是违宪就应该抓起来啊 当年我们就做过这个事啊 哎多年前赖清德一公开 说他是台独工作者的时候 我们就到法院去告发赖清德 结果法院给我们一指啊 这个公文回应 说这叫言论自由不乏 结果等到过了一年吧 换我们这些统派 被民进党当局的这个 检调机关 还有特务机关 来上门搜索 把我们起诉 说我们危害这个所谓的国安 缠送了四年多 我还被限制出境 大家大概也都知道啊 过去我的啊 这个被绿色恐怖迫害的经历了 虽然你说啊 这个是不是这回国民党硬了 然后就可以继续呢 来追打民进党 我跟各位说呢 也不要把单一事件呢 就把它扩大到 好像什么事都能解决 这政权没有抓在手上 还是差很多的 过去马英九曾经有政权 但他不作为 所以到今天为止 你要来推翻 民进党已经建构的台独的整套 这样的一个政治正确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们说 也有网友点啊 说那国民党会不会因为现在 傅昆奇带头硬起来以后 能够呢相对团结 我说呢 也很难 因为现在你看 朱立伦到现在没有表态啊 傅昆奇现在硬起来 要求民进党 必须要遵守宪法 两岸的定位 不能搞台独两国论 可是朱立伦到现在 并没有表态之声 到底他支持还是反对 包括前段时间 马英九访问大陆 朱立伦也是呢 这个爱搭不理啊 在那儿这个 琵琶啊 这个遮面 到底是支持不支持呢 也讲不清楚 到后来呢 被马英九的这个 执行长 萧续成公开的批评以后 朱立伦才不得不呢 去找马英九 所谓啊 这个密会 想要呢 来这个缓解 跟马英九的对立 所以朱立伦到现在 在仍然还有非常深沉的心机 那就是朱立伦想着 是还要继续连任党主席 傅昆奇呢 目前看起来啊 和朱立伦应该还是属于同一条线上的 可是随着傅昆奇 他越来越声势高涨 会不会功高震主 让朱立伦感觉到威胁 这也是后续要观察 以及包括就是现在呢 传出侯友仪不满 朱立伦要掌控未来新北市长 也就是侯友仪呢 即将卸任 那之后国民党由谁来选新北市长 现在朱立伦和侯友仪 也在讲这个到底谁能够掌控 下一个新北市长的接班人 而傅昆奇有没有可能 随着他声势上涨 现在呢 也要来要求选新北市 或者选哪里 这个都是现在已经开始传出 国民党党内呢 又在为此啊 高层已经在斗法之中 不过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要说 在乱世里头 就需要有一点豪强型的人物 一味的呢 就是温良恭敬让 虽然呢 你说中规中矩 规规矩矩 干干净净 但是在乱世里头 也许我们说干干净净 也要有 但是呢 像傅昆奇这种 带点匪气的豪强人物 也更需要我们团结 这才是真的要打败民进党 该有的策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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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